闪亮登场,全新Chevrolet Cruise 欧洲记者评为2010年最佳汽车 是印度的年度最佳汽车 又是世界巡回錦标赛英国、意大利、德国和巴西各残的冠军 世界验证了这部轻型汽车的不平凡故事 全新Chevrolet Cruise 同级车系中最省油 十个标准安全气袋 加拿大最佳保用服务 超越一般驾驶 Cruise 欢迎大家来到市场回局的环节 首先想跟大家谈一宗今天几个焦点新闻 就是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 去到美国和美国总统奥巴马会面 双方都达成了一些重要的协议 今天奥巴马接见胡锦涛那时候 他都不敢一个人见 大到整班美国大公司的总裁一起来开会 然后有什么跟胡锦涛说的 就是大家齐齐来做广 不要只经过他的口 今次胡锦涛上来和见美国总统 你看得到美中国方面受到美国相当大的压力 就是说这个中国人民币太过低了 已经要提高价值的 中国都懂得怎么做的 一开始就宣布450亿的生意给美国 包括最大就是和波音买200部飞机 用190亿在三年内交货 然后就和这个奥巴马美国旅铁就给了一个75亿的生意给他 还有Caterpillar也给了14亿的生意 比如GE Westernhouse Honeywell 全部接了订单的 这单身就会提供23万5千份工给美国 但今次美国就做个叫Good Cop Bad Cop 什么叫Good Cop呢 Good Cop就由奥巴马就尽量和这个中国拿订单 然后今晚华府就应该有个国宴和胡锦涛 但美国的众议院和参议院 全部的大压力完全不出席 这个John Boehner就是共和党的 而且他也不会参与 然后在审议院 那里的Harry Reid和Mitch McConnell 两个都不参加 他们就参加了Bad Cop 他说我们不见他 不跟他参加不吃饭 就等明天胡锦涛上去Hill 即是上国会 见几个大哥哥的时候 他说那时候才跟他说 今天有些语气 Harry Reid是比较strong一些的 他就是这个 美国的共和党的Sanet的领袖 他在电视访问他的时候 他就说胡锦涛是个独裁者 他就先下定马威 你以为我会跟你会好谈的 然后看看明天他怎么和这个 接见这个胡锦涛 明天再看看有没有新的消息 这个时候看看今天的经济数据 美国商务部公布 美国12月份的新屋动工数字 下跌百分之4.3% 至52万9千间 跌幅大过市场预期 而且是超过一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反映出现时首市 仍然是美国经济复苏最大的障碍 不过另一方面 12月份的新屋动工许可 就增加了超过1成6 达到63万5千间 多过市场预期的 亦都是2008年6月份以来最大的升幅 这两份数据隔一齐看的话 讲明了些什么呢 劉神 Bilding Code那里升了16.7% 最主要有几个州 就改了它Bilding Code的requirement 变成多了就是这个原因 譬如说你只看两个州 纽约和Pansylvania 升了80.6% 记住 这个只是个许可证 明不一定会动工的 我唯一看的数据 唯一一个好处 看到有一个好东西是什么呢 美国的流域已经没有再继续跌下去 不过跌了在低位就没有复苏过 不过就没有再继续跌下去而已 起码可以说没有恶化都算是好了 没有 这个时候再看看 今日的一份业绩报告 首先想跟大家讲一下 就是高盛这间大型投资银行 公布第四季度的盈利 为22亿3千万美元 或者每股3.79美元 够同期大跌5成3 不过依然是略高过市场预期 期内营业额达到86亿4千万美元 够同期跌了一成 同时少过市场的预期 是的 高盛以往出业的惯例 肯定比市场更漂亮 是漂亮很多的 今次赚3.79美元一股 外面加股的3.76美元 市场就比较失望一些 再加上它最近起了这么多 所以今天用这个借口获利回吐 今天跌了8.19美元 跌了4.69美元 1.86美元 6.49美元 有一样你可以看到高盛 平均员工的收入 就跌了14% 跌到43万1千元人工 然后全部给那么多职员的 全部的人工就跌了5% 但是比例就提高了 如果由35.8%加到39.3% 因为高盛的营业额 在第四季跌得比较多一些 那你变成了人工不会跌得那么快 所以那个就高了 现在其实市场就看着高盛 在给多少钱人工出去给人 好在他的总裁就说 在下一季 他都看过营业额会继续复苏的 那这个时候我们先去一下广告 回来再跟大家讲一下 另外一间大行副国银行的业绩报告 陆重介绍Sushi Tech 全城最鲜美的日本餐厅 地址位于4040号Creditfield Road Mississauga 电话9053069060 还有最新的地址是 1815号Times Avenue, Markham 电话是905882-1110 请浏览我们的网址 www.sushitec.ca 跟人头马一起庆祝 将你和朋友一起享受 人头马时的照片寄给我们 就有机会赢得 独一无二限量版的人头马VSOP一支 比赛场请浏览华温.tv 或将相电游到 remymartin at seletwines.ca 你的15年或以上的雪櫃 可以用你高达150元一年 是时候摆脱它们了 为了环保 立即参与这个折弱能源计划 请到powerstream.ca 或支电1877-797-9473 我们帮你免费带走它 Remax Realtron地产 Tony Lai 帮你最短时间买卖得最好价钱 最少麻烦得最肯聆听 荣获Remax Realtron地产 白金地产会大奖 Tony Lai 是你地产的Superguy 欢迎大家回到最后一节的市场回顾 广告之前跟大家讲完 高盛方面的业势报告 现在想跟大家讲一下 富国银行Wales Fargo的 第四季度业绩 盈利为34亿美元 增长达到2.1 每股盈利是61美先 符合市场预期 主要受惠于多项业务 除得双位数字增长 亦及信贷成本下跌 其内营业额 增长了1成2 达到215亿美元 如果你看这次富国的业绩 比其他几家银行更好 最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最重要的是 相同的地方是什么呢 它的坏仗是少了 富国也移动了21亿的坏仗 变成了来拨落金 上一季的利润 但是有一个好消息 在富国方面 凡是做银行 最重要是人家 给多些钱存款在你 因为它是低价 成本低的 然后你借出去 给人家赚一个传额 富国在上一个季度 它变成了8千亿 8千亿左右 变成是很重要的 然后它的货币是0.31% 变成它的货币是这么低 变成它的 interest rate spread 是4.16% 现在比Citigroup 和Bank of America 高成1%那么多 所以为什么它的利润 是这么好 就是这个原因 所以今天虽然市场是调整 富国也虽然跌了 2%跌了6.8% 今早那时开市 就是因为它跟着市场 它竟比其他股票 例如高盛 或者Bank of America 已经跌了很多很多的了 其实今次这份业绩 对Wales Fargo的股价 影响长不长远呢 如果你是要入银行股 这个和JP Morgan 和他之外 这两只最安全来说 是这几只了 比如说我看Bank of America 没出售 所以我还未敢留言 就算我看昨天Citigroup的业绩 虽然说街股 它是8个仙 它报告4个仙 好像不是那么漂亮 其实不是的 我回来看Citigroup的业绩 它是一个 一次货币 就价值5个仙利润的 现在是一次货币 就是不是重复的 变成了 如果真正来说 Citigroup应该报告9个仙利润 不是报告4个仙利润的 所以我仍然说Citigroup是失败的 这个时候不如转看下 今天的一宗招点新闻 全世界最大的农产品加工和粮食 以及食品贸易商加吉公司Cargill 宣布该公司计划240亿美元的价格 出售旗下肥料生产商 美胜公司Mosaic的六成四股权 Foxetica说 此举可能会最终导致美胜成为竞争的目标 全球各大矿业龙头公司 包括英国石油和淡水河谷 都可能会对美胜出价 去标价收购它 Cargill原本持有65%的Mosaic 现在他们就说 OK 他就想订回它 卖了它出来 这样卖出来 如果用昨天的价钱来说 这个值240亿那么紧要 市场坚硬 被这个消息吞死 市场突然间可以吞这么多的股票 所以带动它今天 所有这些化肥股大跌 所以今天Cargill跌了8.92% 跌了10.5% 收市76.15% Portage跌了3.93% 跌了6.82% 然后Agrim跌了3.85% 跌了3.65% 这个完全都是supply and demand 当然我最记住一样 如果Cargill已经在农业部 食物这方面 已经变成了8.5年的历史 它是这里这行的最大的公司之一 如果它觉得化肥价钱贵 它才会提议买这个Mosaic 否则无端端 为什么会说出来呢 所以今天很多人就利用这个借口 来卖这些股票 现在它这个模式 有三个Mine Portage Mines 就是沙省的 沙省会不会干预呢 我就觉得不会干预 但大家都不知道 再看看是否刘会不会有新的消息 没错 再看看下一单的新闻 美国运通公司AXP 它的股票代号星期三 即今天宣布进行业务调整 由于服务量快速减少 加上越来越多的交易 已经可以在网络 以及各种的移动设备上完成了 美国运通所以决定 关闭位于北卡罗来纳州 格林博罗的服务中心 并财源550人 原来由这间服务公司 所担任的工作 就会转移到其他服务中心完成 另外美国运通 还将会将部分的本土工作 转移到西班牙马德里的 一个服务中心 以及位于英国和阿根廷的网点准行 因为财源 所以这一季 现在美国运通 会取得7400万个资金 这个after-tax figure pre-tax是183个million 然后下一季 亦都继续 会取得70个million的资金 就是for reserve for layoff人 刚刚他说过 他把很多服务中心 例如日本 原本在澳洲 调回到日本做 然后马德里的西班牙 调回到英国 或者阿根廷那里负责 美国尽量close down 多少就多少 今天一个消息出 我想都是和市场有关系 不一定和它有关系 今天股票跌了1.13% 跌了2.44% 然后这一季 它是赚8.8%一股 即是未来它会不会影响这个股价 应该不会的 再看下一个消息 现在想回去看一份私后公布的业绩报告 就是eBay 第四季度 赚每股52美先 交预期高出5美先 同时高过去年同期的数字 而收入额方面达到25亿美元 略高过预期 而且也达到同期增长 同时eBay宣布 上年全年营业收入预测 至到每股1.91至1.95元之间 这份离好的报告 带动着eBay升超过2% 现在做大约29元 你看eBay的增长 并不是在网上卖东西 来找大钱 大家都知道它的增长 最重要是在PayPal PayPal增长得这么快 现在我们觉得PayPal 有可能是在抢 Visa和MasterCard的生意 很多人买东西 用PayPal来购买 rather than go through Visa 所以夜市eBay做得这么好 就是这样 然后它预测一下 Expect在第一季的利润 是4.6至1股 然后2011年会赚1.9毫半 全年来计算 外面的股是1.8毫半 所以今天夜市就升了些 记住夜市升了 并不是明天会升 好像昨晚Apple出了业绩 那么漂亮的 今早的这样 今早在最后 Apple也跌了个多人钱一股 那现在我只能看夜市 今天跌得比较多一些 我现在看夜市 S&P未跌了9点 大概是7-8点左右 唯一我怕是 今晚收市之后 我听到Apple Network 那里跌出30多元一股 会不会带动到 多一些科网股 就是Cloud Computing那类股 再受压力 甚至市场再跌 那我们明天要留意着 明天都要留意着 科网股那方面的消息 没错 今天节目时间差不多 明天同一时间7点钟 准时跟大家见面 拜拜 拜拜 再次见到这里 三人 不知 有点 不是 那 你 不知 没人 不知 那 你 那